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16战斗机在20世纪就开始研制 最终在1976年开始批量生产 生产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600架 已经销售了将近30个国家和地区 也从这些销量上可以看它的整体实力 F16产品研制的最初定位是作为低档战机的 但其实与同时代的其他战机相比 它有非常优良的飞行性能 F16的远程驻站能力非常强大 在和同时期的战机相比 由于后面F16进行改造的一些电机设备 让它具备了全天后的作战能力 它能够更完美地完成夜间任务 因为在它的配置设备上安装了一时模式 F16的发动机的安装也是非常高端的 因为我国家发动机方面的缺陷 就在这一方面的东西会更加改进去 发动机采用的是F100PW-1500分线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最大推力能够达到72.5千牛 也准使这样的操作配备 才能够给F16带来更大的使用价值 在F16的研发比较生产 以及后面的改装当中 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这款战机也在这个领域中 占有它的绝对领域位置 尽管现在已经是要进入第五代战机的时代 但是依然有这样让其他国家想要进购的战机 我们对此只能感叹美国的技术全大了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最强烈的网络与老公收集整个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